今天是2020年6月26日 星期五 今天我想講的題目就是 五斤五力 昨天講了正念 其實五斤五力都已經有正念 所以今天不會講那麼多正念 講多些其他 為什麼要講五斤五力呢 就是昨天我們臨完結乾時候 我們未分享到一點就是 佛陀對五比丘開示 無我相經的時候 當那些比丘一聽到佛陀分析 身體是無常的 感受是無常的 受上行釋所有這些都是無常的 是苦的是無我的 當佛陀一開示到這些內容的時候 那些在場的比丘怎樣 證悟阿羅漢國 就算不是馬上證悟都好 他都是再修一下思維這個道理之後 他們都相繼地證得羅漢的果位 我們昨天也是用類似的方式 來跟大家去講正念 講正念 還有講了什麼 講了定的心 作意的心 智慧的心等等 簡單地講一下 如何去確立正念 我們有沒有看到正念是無常的事實 有沒有體會到 有沒有 講解的時候 有 有 粗淺地了解到正念的活動 它是一個什麼狀態 正念是一個什麼狀態 它出來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怎樣為之有正念 怎樣是正念 這些是溫習 我們前面的部分先溫習一下 心沒有飄浮 心沒有飄浮 怎樣 心好像貼著那個對象 它會保護那個心 而且它好像很清醒 其實最重要是你們要記住 它好像醒了 即是當我提醒你 留意現在正在聽 那你的心好像怎樣 突然之間醒一醒 那個心很清楚地在聽聲音的活動上 當你有聽聲音的觀察的時候 那裡就有正念在 你看到很清楚 那個現象的時候 這個清明的 清醒的狀態 導致心清醒了的狀態 那就是正念 就是正念 其實更加容易 昨天也有講的那個字 就是一種警覺的心 其實是 那種警覺的意思 譬如你走路 小心樓梯級 它的英文就是 Be mindful of the steps 小心那些樓梯級 就是叫你警覺的樓梯級 OK 所以其實 英文那個字是沒有譯錯的 只是我們翻譯那個字 就譯不完 那個意思 用了各知就算了 實際上是有警覺 記得留意的意思 那就是 溫習了昨天說的這些 正式今天要說 很多時候 大家在收緊的過程中 昨天也有說過 你會發覺 咦 為什麼 牧見年 他們這樣聽聽經 就馬上解脫到 我們都有聽 同樣的內容 真是一模一樣的內容 為什麼我們不行呢 就是因為 本身裡面 我們導致證悟的那些因素 並沒有鋪陳好 並沒有足夠 那有什麼東西 導致我們可以 正果 就是獲得開悟呢 在佛經裡面 我們經常都聽到一個詞彙 叫做 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 有沒有聽過 有 有沒有人懂得 三十七道品 哪三十七樣 五根五靈 聽不到 五色是什麼 五色是什麼 我們中心叫什麼名字 正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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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正式傳寫 是四正琴 四正琴 四正琴 就是三十七道品裡面 其中四樣 還有什麼呢 五根五靈 也是三十七道品裡面 還有七角枝 也是三十七道品裡面 還有什麼呢 四如意足也是 也包括什麼呢 其實四念柱也是 有總共三十七樣 但是其實這三十七樣的東西 你不一定要全部講完 也不一定要全部都讀完 其實你拆開 譬如你說五根五靈 或者單單說五根 其實已經可以放到七菩提訓的內容 是這樣的關係 就是有時候佛在這部經裡面 講五根 有時候在這部經裡面 就講七角枝 有時候在另外一部經裡面 就講四正琴 其實當你這樣去提及 每一個這些法的時候 他們獨立都可以令到那個聽者正過的 看場合 看他需要 解釋多些 解釋少些 分析上面 講多講少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當我講五根的時候 其實就會包含七角枝 在裡面 當我如果講七角枝的時候 其實就會有相對應的內容 在裡面 今天講五根 五根是哪個五根 不是 不是說六根門的那個根 五根 五根 五力 五根五力是同一個字 同樣的五樣東西 但只有一個叫根 一個叫力 其實我曾經講過的 在舊中心 共修的時候我提過下 有沒有 沒有 那便要開講 信 信根 其實你這樣背就行了 信盡念定位 讀吧 大家一起 信盡念定位 再來 信盡念定位 OK 智慧的位 信是信心 OK 盡是精盡 念是靜念 定是靜定 位是智慧 OK 信心 精盡 靜念 靜定 為 禪定都可以 OK 巴利文 sadda 信心 Vidia 精盡 sati 靜念 Samadi 就是定 然後 panya 就是智慧 即是般若 古代我們的佛 般若 是一樣的 好了 那根和力 有什麼分別 首先我已經講了一個名字 根和力有什麼分別呢 根就是因 力呢 就是它發展開泥 有斷除煩惱 力量 那個時候 就叫力 OK 根就是好像火種 火種 要用來照 即是我點起一條火柴 用來照路走 行不行 照路走 你夠了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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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火柴 除非你真的 很少 很短距離 如果你大距離 火柴是不行的 火柴的光 就好比五金 而如果你用火柴 點去油燈那裡 那就等於是力了 OK 它們是同樣的內容 但是它的力量不同 那為什麼要講到五金 五力呢 就是當我們善修 內觀的智慧 過了第一二三四的智慧 再打上四到第十六個觀字 第十一二的觀字 第十一那個觀字 由生滅至行舍智 那一段 你最重要的其實就是平衡這五金 和熟習如何運用這五金 我都在學著 這五金 我可以百聞百地告訴你我很熟 但是我對它有一定的體會 它會幫助到你在什麼情況 怎樣平衡 和了解你到底現在缺少些什麼 是很有幫助的 所以就是 如果你五金平衡得到 你五金得到發展的時候 它將會導致什麼發生 導致解脫開不會發生 OK 它是前面的因來的 當然你說 除了這些信進念定位 還有沒有什麼需要的 你可以說持戒是需要的 你可以說布施是需要的 但是其實裡面都有關係的 那個信根 信根是指什麼呢 信根是指對佛法僧的敬信 佛法僧的敬信 是對指老師的敬信 是對指那個方法 修行方法的那個信心 OK 最簡單的一件事 如果你來到去問 觀個土 可不可以解脫的 是否真的可以的 那你有沒有信心 沒有 那你怎樣收下去都好 會不會得到禅令 不會的 你會不會因此而證得過 不會的 你會不會得到內觀之下 都不會的 因為你那個 心大心細 十五十六的那個 那個疑惑 其實他對自己就是疑惑 那個疑惑會擋住了你 令到你沒有辦法 只對那個法頭投入 那你沒有辦法 只投入 你會不會收成 當然不會收成 所以 第一件事就是信心 而信心本身 他是不是因緣所生 信心是不是因緣所生 應該是 應該不是 又來 又來 是不是因緣所生 其實你們到底 明不明白什麼是因緣所生 是啊 各樣條件 各樣條件去令到這個心生起 當然 一定是 所有 其實我告訴你 這個答案 其實這些是金上欽你們 沒有任何東西 在佛教裏面 不是因緣所生 除了一樣東西 涅槃 只有涅槃 不是因緣所生 記住 只有涅槃 所有善法 惡法 全部都是因緣所生 OK 如果你找到 說 不是因緣所生 要是要摩 你就撞邪 生起了外道的邪見 要摩 你就正不裂盤 只有這兩種 那些都不是 前面那些都不是 邪見都是由因緣所生 只有正得裂盤 才不是因緣所生 信心 那你怎樣會生起信心 很簡單的一件事 你見到某個人 你一見面 你馬上相信他 不是的 你譬如托人去買樓 你會不會到處去找 誰幫我買樓 會不會這樣 當然不會 你拿多少錢 拿幾百萬出來 都來過大陸 那你怎樣才會相信他 因為他有 譬如他有口碑 是不是 他有口碑 之後他人有道德 是不是 之後他也是 你檢查過 你聽過他說的話 是正路 是一個專業的地產經紀 之類 之類 你各樣東西 才能建立到那個信心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 那你修行 佛法 其實是不是都是這樣 其實都一樣 你那個信心的建立 你是基於 可能是口碑 可能是基於 你接觸到那個 修行的那個人 你覺得那個人有德行 或者是那個師父 那個傳承 那個派 某些老和尚 你是很相信他說的話 為什麼相信他說的話 因為他說的話 是合理的 真正是有道理 有一定道理 在裡面 那你就相信 OK 那你是經過了這些事情 才能確立到 再加上某些經驗 發生到 又告訴你 啊 真是這樣的 這件事 真是這樣的發生 真是這樣的道理 那你就會更加大的 那個信心 那信心 是不是因緣所生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因緣所生 OK 那好了 那你知道這個是信心 那 就這樣就解脫了 就這樣就叫做五斤了 當然不是了 那你就這樣 其實最重要的 告訴你就是 信心這件事 是包括對外的信心 也都包括自信 有信仰的部分 就是信仰法 法僧三步 和信仰的那個 禅師 老師 禅法 也是自信 也都要對自己有信心 比如有人跟你說 我好笨的 我業障深藏 我學不到禅 那他必須不需要收 不用收 不用收 收不到 你連最基本 對自己的信心都沒有 那你也是 注定是不會收得到的 所以昨天又問 怎樣收不到 這種是收不到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可能就是因為他沒有接觸過 也可能他聽信了一些謠言 就是説 學親禅的那些 都一定走苦惑魔的 或者是學親禅的那些 都怎樣 當他聽了這些 這樣之後 他會怎樣 那他心未有疑惑 或者他不信 是不是 所以你就知道 不信 信心的反面 不信的心 又是不是因緣所生的 他又是因緣所生的 那凡是因緣所生的東西 他是不是永恆的 不是 所以信心是常還是無常 信心都是無常的 不信的那個心 都是無常的 所以不信佛的人 是不是一定以後都不信 不是 那我們有沒有必要去到 討厭那些不信佛的人 那就沒有了 OK 有沒有必要去到 去到跟那些不信佛的人 聊天的時候 你會覺得 你都不信禅修 你都不信什麼的 你都不懂的 你都不信佛法的 那是因為什麼原因 因為 令到他生起信心的條件 有沒有在 沒有在 所以他才不信 只要他的恩緣遇到 接觸到 可以接觸到那個法 理解到那個內容 然後他可以 產生到正確的理解 那之後他會不會產生信 他一樣會產生過信 OK 所以其實這些只不過是一些 恩緣造成的東西 而既然是恩緣所造成的 他來是因為恩緣到 他不來是因為恩緣到 他不來是因為恩緣到 就是這樣 但如果你這樣去看 你就會發覺 你對於信心的確立 你會沒有那麼執著 我要你有信心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要家人信佛 你會不會有些強迫 想他信佛 有的 是不是 然後你就會說 你這樣也不信 你這麼蠢 你這樣 你說的那些 是不是令到信心生起的條件 不是 所以他不會因為 你說了這幾句 罵他的說話 而生起了信心 因為那些 不是令到信心生起的條件 那證明我們是有沒有智慧 沒有智慧 所以才令到他生起不到那個 信心 就是這樣 是不是 我其實不是說這一點 這一點不是 未至於最重要的那一點 信心 有時會過度 信心有時會過少 剛才說過少就是疑惑 那你就不信了 那你就要 滿足那個生起信心的那些條件 去令到他增加那個信心 那信心過度又是怎樣 信心過度 都是的 自信過度就會自大 這個其中一面可以這樣說 還有沒有 迷信 迷信 迷信這一點 會狂熱 信心過度的人 會好像很狂熱 狀態就好像追明星 見到明星很興奮的那種感覺 有沒有這樣的人 見到佛陀的時代 有些人一見到佛陀就好像 像烏鷹的生氣 然後他會說 哇佛陀 不要說佛陀那麼遠 我就是 某某大師來臨澳門 他很有名的 那他的粉絲就會怎樣 哇 某某大師來了 我要怎樣怎樣 準備了要請假 要做什麼 他興不興奮 很興奮 我要搞這個活動 那天我要做什麼 我要做什麼 然後想想做什麼菜 插什麼花 那些東西就會來了 那些東西就會來了 那些這麼狂熱的狀態 它令到你理不理性 就不理性了 那那個心會不會定 不定了 所以信心的過度 就會導致那個心不穩定 OK 剛才提到迷信那一點是很對的 它是會令到那個人 沒有理性地去迷了那個對象 那好吧 你說得出迷信這一點 會導致狂熱 麻木的信仰 會導致狂熱 會令到心不定 那什麼可以令到這個信心 平衡呢 沒錯 就是透過五根裡面 第五根智慧 可以平衡它 OK 那怎樣可以平衡呢 怎樣可以平衡呢 當你很狂熱的時候 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就不是智慧 冷靜一點 你首先是智慧 他也是人一個而已 來到就來到了 這樣去看 還有如果你有智慧 你有覺知 你首先有覺知 你覺知會發現到什麼 發現到信心 好過足夠了 過於厲害了 你會發現 好好興奮 興奮 興奮 那個興奮過度了 dann當你立刻彫遞他 它立刻就被 there 你就去考慮 興奮不應該 不應該 它会导致心散乱 因为会导致心散乱 于是乎 这个就是智慧 这个其实是正确的审视思维 智慧就会告诉你 你正在做错的事情 不对 这个是导致恶法的生气 障碍的生气 你快点调停它 你说是 平静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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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会有定的元素 而且那个是什么呢 那个是写 写 写气那个写 其实这个是七角枝里面的内容 但是写这个角枝 其实可以归类入定根那里 都OK的 可以在定根里面 言一条枝是写的 那个写就是 让你去到什么呢 令到心抽离 抽离当下的那个情景 就是好像我提一提你 喂 小心啊 你又兴奋过度了 对啊 我兴奋过度了 又想去到搞什么了 然后之后 立刻 那那个心一抽离 就开始沉回来 平静回来 那个信就慢慢慢慢跌回来 我们这些狂热的状态 多不多 其实很多的 你打坐的时候 突然之间有一个 你从来没有过的经验 就突然出现 哇 咦 没有试过这样 哇 我身体不见了的 然后之后 很开心 很开心 向A军说 向B军说 向C军说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兴奋 就是有那个狂热 那你有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你对于那个境界 对于那个状态 没有智慧 你正在产生一种迷信的状态 你要对A军对B军对C军说 其实就涉及刚才 阿俊妈说的 有自大的状态出来了 就有自大的状态出来了 这个就是你的信心 不平衡 就在这里了 那你就要必须去搞定 很多时候都会是这样 就是有个智慧 一结完之后 那些人就报告 哇 他很一卵嘴地说些什么 说自己观到什么的经验 那这些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个 就是这一道延伸出来的东西 OK 那好了 试着说信根都讲了 讲了24分钟了 好 那暂时讲到这道 信根就暂时这道完结了 那你发觉 信心 信根那道的培养 和其他的有没有拉加 有拉加 和智慧有拉加 和定又有拉加 和正念又有拉加 那昨天讲过的正念 我不讲那么多了 但是正念这一部分 我都可以讲回一点 先不讲精进 我先讲正念 因为其实原来整个五根的培养 最紧要带起五根的 那个是正念 带起五根的培养 那个头头 那个首领 是正念 而正念呢 刚才有讲到信心会过多 信心可以过少 但是正念呢 是永远不怕过多的 OK 所以正念呢 你可以无限量地培养 它只有过少而已 就是你不够正念而已 但是正念是不怕过多的 你可以多多地培养 至于如何培养正念 昨天那座已经讲过了 今天就不讲了 讲回精进 去到精进根这一点 精进根是什么呢 精进根就是指你投放的力量 多少力量 心力量 怎样是力量呢 就可以这样讲了 好像你练健身练肌肉那样 你投放多少时间精力去练那个动作去举重 那你就会有那个成果了 那个精进力就是这个 你投放多少力 你投放多少时间心机 那个精进力在官吐起伏 在脚的提推放 在各知身心现象上边 这样呢 你就会是 就是那个精进力那个呈现就在那里 你会知道的了 那好了 精进力过少会发生什么事啊 对了 精进力过少其实就是懒惰 懒惰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懒惰就退了 其实是眼分 分沉 就是你们经常说分沉分沉分沉的 分沉的状态就是由于精进力的缺少而导致的 那怎样知道是精进力的缺少呢 譬如一打坐 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刚才有位师兄去到报告的时候 他就说到 我行蟬好过坐蟬 一到坐蟬就怎样呢 就眼分 就分沉泥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原来 行蟬的时候呢 你需不需要用多些精力啊 要啊 是啊 那当你要多些精力去行蟬的时候 那么精进力在行蟬的状态里面 多些一定是坐蟬的时候多些啊 行蟬的时候 行蟬的时候你的精进力是会多些的 原来 是不是 是的 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精进力在行蟬的时候会多些的 那当你一到坐蟬的时候 然后本身你行蟬用的精进力呢 就会怎么样 卖了 就会卖了 一卖了 那他就会好像一坐下 唉 那你 唉 那你就发生什么事啊 那你就会觉得 哎呀 我不想走了 我不想做事了 那一我不想做事的心 其实就是什么 懒惰 一出来就会发生什么事啊 就会 我虽然是在看起伏 但是心是缩了一块的 是不是 就会是这样 当你一缩了一块 那分层就会 分层就会 包着你了 所以你不会眼睡 就是这样 其实也是一样东西 分层呢 怎样导致分层呢 就是你觉得悶 没有兴趣 如果啊 就是很简单 讲精进 这个不是正经的 邪精进的例子 有套你很喜欢看的剧集 电视要播 那时候 你会怎样 金睁火眼地看着 你是不是坐的姿势 都是坐的姿势 是吧 是吧 你会立刻 每一刻 男主角在做什么 女主角在做什么 你每一诗 你不会停的 为什么 什么令到你这个 你这个精进力那么强呢 因为你有兴趣 因为你有兴趣 OK 所以当你们去到说 为什么我打坐 官来官去想不到些什么 首先一样东西 你觉得满 你觉得无聊 所以你没什么 为什么有一些禅修症 我发觉 哇 他进步得这么快 因为他就说 他会报告的时候 哇 师兄好有趣 原来心是这样的 原来心体是这样的 有这个反应 我不知道 以前现在我知道 那你听到他这样答 证明他什么 他觉得很有兴趣 他觉得那样东西有趣 就是这样 他觉得有趣 他发现到观深深 有一些活动 很有趣 有趣 就令到他 产生的精进力 自然地 自然地去做 我不用特意去叫 我叫他 喂 你不要坐这么多 我可不可以坐多10分钟 我可不可以坐多20分钟 我可不可以坐多半分钟 他自然就会想 想要再努力一点 跟着之后 就会发生什么事 努力过头 刚才说的那种就是 你觉得闷 无聊 就会分沉 就会觉得 没有了精进力 那精进力 过度又会怎么样 发生什么事 你会躁动 躁动 英文是restless 你会躁动 就是一个人 你会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你会知道那个人躁动 或者精进力过度 哇 不停在那儿 走着禅 走去 不是 做这样又那样 哇 今天早上去行神运 之后就去学唱歌 下周就学弹琴 之后还有什么下周 之后去学画画 之后就去读书 想法学班 那你就知道他由朝到晚 忙到什么 他乱乱 超乱 就是这样 精进的过度 就会令到你很乱 就是这样 那其实精进呢 也都代表心很活跃 其实你听过度活跃 其实精进力过度 就是活跃过度 那活跃过度的人 是什么 能量过多 英文呢 精进力 用了一个很好的字 energy 就是能量 是不是很容易明白 就是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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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指什么奇怪能量 是指你的很多活力 能量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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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粗动 那你怎样可以令到它没有那么粗动呢 那你又是有一些什么 当你这样去到 懂得看到那个状态 譬如你现在 你之前那座坐得很好 之后你就怎么样 你猛地坐 当你猛地坐 猛地坐 猛地走 结果你平平静 就不平静 结果你本身想说 達至之前的那个 禅修的那个状态 你会否达到 你就达不到 因为你的心已经乱了 其实里面是有另外一个原因 导致这个过度的活跃 是因为你贪 前面有个贪发生 你才会导致这样 那这个贪的发生 知不知道 当这个贪发生了 不知道 而导致了过度的精进的时候 那代表你的什么不够 代表你的智慧是不够 没错了 那你的智慧又会告诉你 你会告诉你 智慧呢 就会告诉你 什么事 喂 你已经过度了 你又过度了 你用得太多力了 你太过活躍 太想要 控制心了 太过想要 发生什么事了 你用得太多了 于是乎 心就告诉你 就是过度过度 当他知道了过度 那他又如何 收到力 收到力 不用那么多力 你平衡 不坐那么多 或者不练 这样的心 就会由 躁动的状态 又跌回来 如果躁动又出现 你可否用其他东西来帮他 可以 你可以用一样东西 就是七角之内 叫做 轻安 或者是定 都行 那个轻安 是指的什么呢 轻安这个字 你不要说到 以为是如何 好像轻飘飘 这种可以形容为 轻安的状态 但是书上 英文译过来 那个字 轻安那个字 英文译过来 这个字很容易明白 Calm Calm down 那个Calm 就是中文就是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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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轻安那个字 这个字的英文就是 冷静 冷静 这个字容易明白 冷静就很容易明白 当一个人太躁动的时候 你跟他说 Relax 放松 那个就是 什么 就是 冷静 当你一过度活跃 过度什么时候 你就怎样跟自己说 冷静 这样他就会沉下来 这种精进活跃过度的状态 这个定可以帮你平衡它 智慧也可以 智慧是用思想上面 去令你了解 去评估 去到 去到 带引你去的位置 然后那个定 就可以令到 放松 那个叫你放松 冷静 放松 那个 其实就是定 那个根里面 分出来的 那个定根 你分 加多那个 这个 轻按和 写在里面 是OK的 因为这个 七角之里面 这几样东西都是属于定的内容 只不过 在五根里面 没有特别把它列明出来 但是它是会在这个情况之下 有帮助的 那么在这个状况里面 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OK 好了 好了 说了什么 信 精进 静念 定 定就来了 定本身是指什么呢 定是指 不混乱 不飘浮 是不乱 是不乱 正式一点的字 不乱的心就是定 OK 所以当精进力过度 它会乱的时候 你有定 你不会乱 就是这样 那你定的不够 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乱会出现 散乱会出现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胡思乱想 是不是精进力过度 不是的 为什么会精进力过度 其实就是 为什么心会乱呢 就是因为你平时习惯了 心有没有收涉 没有收涉 对不起 由于你有什么出现 你都去想 有什么出现 你都去贪 有什么出现 你都去亲 所以心就会整天 处在一种什么状态 处在一种混乱的状态里面 那有什么可以令到这个定生气呢 就是那个 涉心在某个对象上面 OK 令到这个定生气的 最主要的那个条件 就是你去涉心 在某一个单一的对象里面 所以叫做制心一处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为什么 刚才我和陈生说 如果你觉得你打撞的时候 心不太定 依然是有些躁动的状态 那你应该用什么去帮你 用定去帮你 那怎样可以制造到定的状态出来呢 首先就是你要有一个明显的目标 而那个明显的目标就是什么 就是可以接触的感觉 而接触的感觉怎样可以令到它明显呢 你十指构实 你这样去到感受很明显的接触 心知不知道 知道 那将心摄在那个对象上面 一秒、两秒、三秒、四秒、五秒、六秒、七秒、八秒、九秒、十秒 十秒都在那里 有个乱 没有乱的 十秒都没有乱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定 是吧 容易明白 其实很容易明白 不是真的你想象到这么难 只不过你平时没有观察这些 有没有这些东西在里 那当你有这个定的元素在确立 倒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我身体安定下来 好 你又会发觉 如果你一直一直定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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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定定定定定定到很定 又发生什么事 定过度又会发生什么事 是的,定過度,你又會分層 心會是蒙蒙隆隆,好像不知道在做什麼 之後它就收縮了 所以定的過度又會導致分層 你發覺定和精進是不是兩個好像對立 沒錯,它們兩個是互相牽制 那你呢,這個情況你要做什麼 提起精進,沒錯 因為你那個分層是因為心不活躍 而導致它這樣 即是你專注到心 你其實定過度,心會發生一件事 心還願不願意動,不願意動 當心不願意動,其實代表什麼 懶,當心懶 懶,這樣它就分層了 是嗎?你明白嗎? 所以那個分層前面的因永遠都是懶 那你定過度,定是否舒服 是的,舒服 是的,你看到定住在那裏 然後慢慢地發覺,咦?沒有東西 心很平靜 然後你會怎樣?很享受 然後之後呢,就會發生懶 然後就分層了 所以你發覺這些心是互相牽制的 然後你就怎樣? 醒呀 這樣叫他 醒呀醒呀醒呀 那你就會提起那個精進力 那你就叫他不准停在那裏 走出去 那你就叫他走去觀其他東西 不要在手上 你去那個腳道 去那個頭道 去那個腹部起腹道 你到處走 當你一到處走回 那心就會活躍 所以在馬時禅法裏面 我們會不會刻意固定 叫你固定在某個對象上 很久了 不會 就是為甚麼? 為了慎防你的定會過度 就是這樣 但其實很多時候 你都不夠定 那你又會發覺 這裏可以想回一點點去正念 昨天我們還沒有說到的 你有時候有煩惱出來 或者有妄念出來 你知不知? 知 但你發覺那個心 有沒有照給他扯? 也有照給他扯的 那你又發覺 咦? 當你的正念 明明是在這裏的 你是警覺到 知覺到 是有一個煩惱的狀態 即是貪也好 親也好 或者是亂的狀態 但你發覺那個心 是不自主地 就會跟進去 之後 可能是一個漂亮的畫面 或者是一些想法 那你會不由自主地去想它 是吧? 那你發覺就是沒有辦法 為什麼? 咦? 還是會什麼呢? 這裏也是和定的不夠有關 如果心是定力夠的時候 一個人定力夠 譬如當他一個人 一個書生 他很有定力 專心讀書的 即是他為了考試 他一定要考到一百分之類 考到合教 要考好大學之類 旁邊有美女走過去 你不理嗎? 不理 然後有人叫他去打機 不理 其他人發生什麼事 都不理 那定不定? 很定 那個定 它會產生的什麼功能? 它就會令到你 任何東西走出來都好 他的心都不會亂的 他很尊 說回禅修 如果你是有足夠的定力 在你的正念上配合住的時候 這些貪親出來的時候 你會不會被拉走? 未就不會被拉走 因為你有一定的定力 配合住那個正念 那你就不會被拉走 但當你的正念 雖然都是知道的 但是心依然地 反反覆覆地 被扯走去那個煩惱所緣 證明那個定力有沒有賣 那個定力是不夠的 那這個時候你要怎樣呢? 這個時候就可以用上述的招數 你可能就要先專心在某個目標上 你令到那個心 確立到那個定境 即那個定力出來 你令到定力出來 那你就會發覺 當你再去觀照那個網上 觀照那些不同的對象 你會發覺 我觀他 一觀就不再跟了 就沒有了 一觀就沒有了 不再跟了 那是由於你的覺知 你的正念 已經是抱有一定的正念 跟他在配合中 OK 這些其實是很實修的操作 所以你要去培養一些定力出來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呢? 你會見到 有些禅師就會說 搜多一點在圖上 有些就說 不用搜那麼多在圖上 那你現在明白嗎? 因應那個情況 你如果你是定根不夠的時候 那你當然要 定多一點在圖上起伏 你令到那個定力多一點 你不是的 你分層到爆的 那他就叫你 換多一點 就是這樣 就是這些平衡 如果那個禅師對於五根的內容 對於那個禅修者的問題的位置 掌握得不夠的時候 他會不會做錯指導 他就會做錯指導 那就會做錯那個評估 做錯那個評估 那你便 你便做辦法進步 因為那個定力出不了你 那你永遠就是 一有念頭 沒錯 我已經有各自念頭 但我又掉了下去 一有那個聲音 我又生氣 那全部這些是否出來了 是吧? 但是你又會發現 好了 剛才說了你這樣正念 正定 亦都有信心那些 但你發覺 你就算帶著定力去這樣關注 你可能就是那個聲音出來 或者痛出來 很簡單一件事 痛出來 你有時會痛出來 那個定力在這裏的話 那個心就不覺得痛 那個心就不覺得痛 你只會發覺 咦? 痛在這裏 但是那個心怎樣? 都是很平靜 是吧? 有時會這樣的 那個心又很平靜 咦? 腳明明是痛的 為什麼那個心平靜呢? 因為你那個 觀照痛的時候 你有一定的定力 有一定的定力在幫你 其實那個定是有寫的 就是寫的狀態 那個寫就會幫你去到 對於舒服和不舒服 都在平等地看待 這就是寫的狀態 寫的心會出來 但是又要再進一步 問下去了 那麼它有沒有智慧? 怎麼知道有沒有智慧呢? 就是首先一件事 你這個觀光的痛 你說是平靜 或者沒有什麼 覺得很辛苦的狀態 就是 你有沒有明白到痛是無我的? 沒有我 沒有幫 你有沒有看到痛是無常這一點? 呃... 又好像沒有 當你看不到它的無常 無我這些性質的時候 有個智慧 其實那個智慧是 就算有了很多 都是很差的智慧 一些概念性的智慧 OK? 所以剛才描述的狀態 只是正念和定力有在 當然也有精進 你沒有精進 不會這樣的 那麼 智慧在那一刻是沒有的 那麼智慧又怎樣呢? 當智慧沒有在那時候 煩惱會怎樣呢? 煩惱就會生起 其實智慧的出現 煩惱是沒有可能的出現 真正使我們斷除煩惱的東西 不是正念 不是定力 不是信根 也不是精進根 而是智慧令到煩惱斷除 怎樣知道 譬如說回剛才那個狀態 它沒有智慧 然後你就會發現一件事 咦? 那個心痛 我都不知道痛 嘩 我這次打得好 這個狀態真的好 會不會有時會這樣? 有時會這樣的 那麼 那個狀態出來 有沒有智慧? 沒有智慧 因為煩惱 那個傲慢的煩惱 已經滲了出來 而且你也會是這樣 下一次打坐 你又會再是 這次觀痛 我又這樣觀 結果那個痛又很辛苦 為什麼呢? 之前可以 現在不行 那你就會在那裡亂一輪 也都是因為什麼? 也都是因為你沒有智慧 因為你不知道 其實剛才那個狀態 是一個暫時性的因緣的狀態 它是有定力 又有正念 而暫時製造出來的假象 你沒有那個智慧去看 而當智慧出來就會告訴你 你現在這個狀態 精進過度 信過度 精進過少 信過少 你那個定力過多 過少 定力就會告訴你 不是 智慧就會告訴你 但是智慧 他還要什麼幫忙才可以這樣判斷 怎樣可以辨識到那個問題 他需要正念 你如果沒有覺知到精進 當下的精進力的活動 你會不會有智慧可以在後邊 告訴你過多還是過少 不會 所以是智慧在後邊幫你 即是你要有一個正念在智慧那裡幫你 去到先認識到現在的那個心的狀態 精進、信心、定力是怎樣的狀態 跟著智慧才去到半邊 但是在這裏 這個信心、精進、正念、定和慧 他這些是概念還是真實? 真實法 是真實法來的 這些是真實法來的 這些是真實法來的 智慧 真正的智慧生起 你是能夠看得到信心生起的那個活動 的心理狀態 就好像昨天 我們講正念的時候 那個清明的狀態出來 那個心可以知道嗎? 可以知道 那時候正念就在了 那時候再進一步 我引導說 你們能否看到它出現消失? 看到它的正念出現又沒有了 那就是智慧在那裏 生起了 OK 它前提有正念 然後之後有智慧 看到 但是 那個正念 首先帶給你 就是 你認識到這個在正念 的心 那個清明的心 就是在正念 這個心理狀態 然後智慧再去看到它的身軟面 然後知道它的無常 就是這樣 智慧呢 講得很清楚 智慧就是這樣 智慧過小 導致什麼呢? 智慧過小就是愚痴 對吧? 最簡單的了 愚痴 就是愚痴 你會將正的當斜 正的當斜 斜的當正來看 就是這麼簡單 還有你不懂分音過 就是這樣 智慧的過多 就會變成狂慰 狂熱的胃 狂慰呢 就會令到產生邪見 愚痴會產生邪見 然後狂慰也一樣會產生邪見 那是一種很亂的心 其實它會帶著一種躁動的亂的狀態 你會發覺 精進又會和亂有關 胃的過多也和亂有關 定的那些東西和分層有關 精進和分層也有關 是嗎? 信的過多也會導致你興奮 興奮太多又會狂亂 你會發覺 所有東西和散亂和分層 也都連貫著在裏面 全部的狀態 五個根 都是和這些東西有關 所以對五根的熟識和了解 是否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你們一定要記住哪一種 信進念定為 是的 信進念定為 永遠記住這五個字 OK 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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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我是一個判別 得很嚴重 批判得很重要 雞蛋挑骨頭 什麼都是 本來那件事是正常的 譬如那個人是一個正常的科學家 他講的都是正確的結論 接著你雞蛋挑骨頭 挑到無法再挑 結果那件事是正路的 都被你搞到是 說到是甚麼? 說到是別有記心 是嗎? 或者說到它是有問題 會不會? 會吧 所以這就是狂為的導致 一些錯誤的判斷 就是這樣 那你就要把它平放下來 你要發覺 以為 譬如你打坐的時候 有時候有一些狀態出來 然後你會很多時候 你引用過 你看過的佛經 你就會引用出來 然後套進去那個境界裡 有沒有 很多時候都會這樣 這就是甚麼經裡面講的這個道理 這就是師兄講的甚麼理論 這些東西出來的時候 你這樣不斷想 會發生甚麼事? 你就亂了 那當我心不斷思維這些所謂的佛理的時候 令到心亂 那這個是不是智慧的角度? 就是為的角度 OK 所以它就錯了 那怎樣呢? 正念又會出現 正念會告訴你 現在這個狀態是甚麼? 散亂、散亂、散亂 這個是正念 正念記得這個是亂的狀態 正念記得它是亂的狀態 都不止 之後呢 智慧就會在後邊再幫到手 咦?知道 這個是我想多了 咦?我想多了 那之後呢? 放鬆 放下來 不要想太多 那當心做了這個指令 做了這個思維 去引導之後 那個狂衛又怎樣? 那個狂衛又跌下來 那個亂的狀態又怎樣? 又沒有太多了 就是一個這樣的平衡關係 明白嗎? 是不是很重要? 其實是很重要的 其實是很重要的 你其實從這裡起 打到去到你正過之前 全部都是講這些因素的平衡 如果你能夠掌握得到 他們生起的條件 的狀況是甚麼 它怎樣來怎樣去呢? 那你就只是令到那些因緣生起 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禅修 並不是一尾怎樣去壓死心在肚子上 或者是怎樣去到一尾去到 看很多佛經 是不是? 有些人想開幕就會怎樣? 看很多佛經 有些人想開幕就會怎樣? 不斷狂操禅修 結果呢? 導致了些甚麼? 導致了精進力過渡 導致為力的過渡 那有些就一尾就說 我不會看佛經的 實踐最重要 那結果就是怎樣? 為的缺乏 當他去到看很多佛經 之後腦就生起了很多狂胃的時候 那他還未把那些正確的事都解錯 就是這樣了 所以你看得到所有這些修行人的毛病 其實就是這些五根的不平衡而導致 所以說到最後 你都是要熟習熟悉他們 但是在書上面 譬如精進的生氣 不是就這樣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就是你要努力一點 不是這麼簡單的 或者你就這樣提多點力 下去觀多兩點 這樣的精進力 沒錯 這樣也是提升精進力 精進力在書上面 它還有多些例子 思維惡道的苦 思維惡道的痛苦 思維惡道的痛苦 令到你出來的心 策例 當你覺得 我有迫切要修行了 那個迫切感就會令到你 怎樣 就用多些心力 認真點去努力去做 所以精進力的因緣 前面有那個什麼 就有那個出來的 作意的思維 就令到它可以出現 如果你發覺我精進力很懶 我經常都不願意修行 那你怎樣 你就做這個思維去幫你 是吧 你發覺精進原來是甚麼所心 因緣所心 所有這些信進念定為五象 全部在註釋書裡面 全部都有他們生氣的條件 全部都挪裂出來 譬如你要有好的食物 你才容易令到身體舒服 身體舒服 你才容易放鬆 才容易冷靜 要是這樣的 譬如現在這裡有冷氣 那你就會打坐打得怎樣 舒服 你舒服便容易輕安 就是容易安靜下來 所以你又發覺 原來這些就是條件 如果我側進去一個很多蚊 很熱 又很濃躁的地方 你容易定嗎 當然是不容易定 因為那個狀況 是不會那麼容易令到定生氣 所以有些人說 我怎樣都好 我去到最惡劣的環境 我都要生氣的定 其實你正在做的事 不會真的令到你生氣的定 因為你正在把自己安置 在一個令到定很難生氣的環境裏面 沒有說不行的 如果你本身有一定的修行基礎 很厲害的那些 就可以在那些環境裏面 但沒有什麼修行基礎 你今天整個心 在那個最明顯的對象上 你都做不到 那你怎會定 但是有些人會沉苦 所以當他這樣的時候 其實他的智慧夠不夠 不夠 當他硬去苦行 認為苦行可以令到他解脫 那時候 但是他又沒有解脫 那其實呢 他的智慧夠不夠 他的智慧就不夠了 所以其實他智慧不夠就是什麼 剛才說了 愚痴 愚痴 那他未成為愚痴 所以這個就是他執著苦行 以為苦行可以導致解脫 實際上苦行是不會的 所以其實呢 真正有智慧地去修行 有正見地去修行 就是你很清晰知道 什麼因 什麼條件 導致了那個心生氣 什麼因 什麼條件導致了定生氣 導致了衛生氣 導致正確的精進生氣 而當你平衡到這些事情 就會發生什麼事 你便解脫了 觀智會生氣 是的 你經常都想說 我要想練禪定 但是那些令到禪定生氣的狀況 你都沒有在 你怎樣修理都不會得到禪定的 你經常不斷看電視 整個滿腦子都是那些劇集 你怎可能會有心定 就是這麼簡單 你先遠離那些不定的因素 像我們現在這樣 七天 做什麼 從頭到尾在禪修 所以阿俊媽 你覺得這七天 和你在家裡唸經 有沒有得相比呢 那個定 真是沒有得相比 你很明顯地會感覺到 是平靜很多很多很多 就是你這個人容易集中很多 截斷很多外緣 截斷很多外緣 所以第一件事 令到定和慰勇 禪修 一個有利禪修的環境 就是一個清靜 沒有什麼噪音 衣食 是不需要憂心的地方 有這些條件 你才可以比較容易生氣定 是不是這樣 所以一切都是在因緣所生的 但是有很多人 不去理會那件事是否因緣 總之他想做就走去做 結果就是 根本上都沒有那些因緣條件 你強行去生氣 結果生不生氣到 生氣不到 生氣不到 那你怎麼解脫才可以 你怎麼收到才可以 正如剛才這樣說 你都沒有興趣 對肚子 或者對腳沒有興趣 你怎麼可以 說你坐前的時候 生氣到真實的定和慰呢 那你便檢查一下 聽完之後 回去檢查一下 你們有沒有上述這些狀態 有 怎樣去對峙呢 那你自己去 慢慢去摸索 慢慢去熟悉 慢慢去平衡他們 到你真的 玩到很熟 可以真的自在地去 做到這些平衡的時候 那你真是 那你真是一個 叫做什麼 真是叫老參 真是一個成熟的禪修者 OK 那今天就告到這裏 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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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 賦 弱點 到你 可以 座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